我突然间觉得这台塔丢的驾驶是真的应该换了 你看一下 这个地方之前我在这里开的时候还没这么大的裂缝 现在这边全部都锈完了 这边上也已经开始在生锈 然后都掉渣了 这边也是 然后玻璃这些保存还完好 就是这脚踏的这一块 整个下面全都锈了 这边也全都锈穿了 然后这个全都是生锈 生锈掉下来的铁渣子 这里边全都穿了 这个地方是塌的一块木板 这下面也锈穿了 用个木板给塌着 我觉得这台塔丢拆下去之后 就应该要换一下这个驾驶室了 这个驾留不住了 真的 生锈太严重了 这塔丢有好几年了 有些年头了 现在中午咱们下班了 出去吃午饭去 今天天气太热了 这空调也不行 但是呢 整体来说 这个驾宫的机子开着很舒服 并且呢 设计很人性化 就咱们下梯子的时候吧 这个回转这里 它有一只 有一个这个梯子 好多塔丢都没有 真的 能做到这一点 为司机考虑 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看嘛这边这一条呢都给绣穿了 那旁边那一条呢也已经开裂了 前面靠近玻璃那一块就是裂缝 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啊 这个塔丢马上要拆了 拆完之后呢 我觉得这个驾驶是要么要进行加固 要么呢就 还是得换一下 当然呢 加固的话是最省钱的办法 里面给它铺一些钢板或者木板什么的 把它塌一下 至少比现在这样安全啊 有时候 如果是绞不住 一下子踩踩通了的话 那个就很危险了 不管是什么品牌 什么型号的塔丢 到了一定的连线之后呢 它这个都会有锈死的迹象 像这些标准节呀 它们拆下去之后呢 又得重新刷那个油漆 免得就是生锈嘛 然后驾驶式的话 基本上多多少少都会存在那种 开裂呀 或者是生锈 然后锈穿了的这种现象 走了 咱们该下班了 午饭时间到 咱们该下去吃午饭 下午接着干啊 还有半天 哎呀 这个问题 其实是在那个里面 结束之后呢 我们没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来的 GAME 也会有关系 你只是确实能动 我们俩将会 但是我们都需要 整个问题 改裂就了解 written了 全但听到 I'm on display, I'm repeating your brain Till you're feeling no more pain Never slow yourself down, you can do some more Push past all the pain, and you'll find a door Open it up, and finally explore Everything that you thought you could never do before And even when you feel low, you can still go Even when you feel slow, you can still go Even when there's no hope, you can still go I never answer to no, man, I still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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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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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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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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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I never answer to no, man, I still go